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滨龙饰演的大头从农村来到城市 立志要做大做强 在抢劫过程中 发生了一系列乌龙事件 导致腿受伤被追捕 还只弄回了一批假手机 真是心疼啊 你好 欢迎光临 大军 啊 你说什么 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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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2 大赢家 大鹏 你能想象当一个人把抢劫银行当做任务是什么感觉吗 你又知道当做任务的人很较真 又会发生什么吗 电影大赢家就讲述了 大鹏饰演的男主在一场实习演练中扮演劫匪 却没有想到格外认真的大鹏 居然让整个演习都停不下来 好大的枪啊 真的好可怕啊 要杀人了 快跑啊 快跑啊 好害怕 No.3 三个老枪手 三个老头 主演是三个老戏骨 迈克尔 凯恩 摩根 弗里曼 艾伦 阿金 讲述退休金被黑掉的三个老爷爷生活窘迫抢劫银行的故事 就这样三个老头就开始一场让人眼前一亮的银行抢劫 这部电影搞笑之余又让人感动 非常值得一看 No.4 夺金四剑客 四奇趴 一个过气明星 一个失业附加子 一个拳击手 共同拥有一个神经兮兮的投资顾问 他们账户被银行坑害 惨到清零 投资顾问被陷害离职 由此三个陌生人和投资顾问聚集到开始一起抢劫银行的故事 No.5 一万诺夫 余凯磊 张子栋的王一万和余莎莎饰演的陆小圈 莫名其妙陷入一场银行抢劫 被余凯磊饰演的老黑误认为同伙 于是一伙真劫匪和一伙假劫匪不断斗志斗勇 上演让人哭笑不得的乌龙抢劫 小标准 手机实际很简单 那你看小脖子 吃吧 还就这么棒吗 小脖子 小脖子